将近五分之一的菲律宾家庭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 都至少经历过一次非自愿的饥饿 换句话说 你自己国内问题这么多 然后你还要跟中国大陆硬干到底吗 菲律宾的经济本来就不好 我记得1949年 那个时候菲律宾算是很有钱的国家 南洋来的 华侨 菲律宾有钱 这么多年来菲律宾很惨 完全靠外劳 在海外赚着钱聚回菲律宾 撑起他一片天 但是他自己的内政乱七八糟 你想上次为什么杜特地 干掉了三千多个毒贩 你想内部的治安到什么程度 我已经不能用法律了 我就是祭司队上街 看到有贩毒的就枪毙 这个国家的内政就已经很糟糕 贪官物理也多 所以他饥饿指数就往上升 第二个 美国海军陆战队这个家很无聊 两千人就想解决南海争议啊 你看中国大陆派到菲律宾 是什么船啊 你两千个陆战队 你有多大的舰队来掩护你做这个事 而且你有资格讲这个话吗 你到菲律宾去干预中国大陆的问题 就是开战嘛 你还要带人去修复马德雷剑 在海里面弄个水泥船 永远占领 那中国大陆不会允许嘛 不允许前面的海警给你干账 后面的海军正式干账 你那个陆战队司令有多少实力 你那个身份有没有资格讲这个话 这个白宫都不敢讲 你在那里讲 凸显自己的重要性 所以菲律宾这个局 玩不下去 这就是歹息托棚在那里托 就在灰色地带给你玩 开战也不敢 所以美国为什么把提风飞弹提走了 因为它在电站已经输给中国大陆了 电站是可以阻截你所有通信 指挥飞弹导航 这个输了的话 这个仗就比较大了 所以它把飞弹也撤走了 美国航母也走了 你这个海军陆战司令 在讲什么屁话 好 最后一点时间 我想请接下来帮我们讲一下 有人说这个日本是铁了心 要跟中国对抗吗 因为日系车汽油在中国的销量下滑 本田汽车已经关了两家工厂 当然很明显就是他们卖不赢逼亚地 另外呢 这个是日本的钢铁龙头新日铁有说 将要退出跟中国保钢的合资企业 在今年8月份协议到期的时候 就要结束长达双方20年的合作 此举就会使得新日铁 在中国大陆的钢铁产能减少70% 未来他们要转而投资美国跟印度 这个日系在中国大陆的销售量降 其实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不只是这个日系 德系的车也下降 主要他们的转型太慢了 现在中国大陆新车 你那个电动车已经快到 它的那个所谓穿透率都快四成了 十辆车卖四辆是电动车 你日系还在那边以这个 所谓的烧燃油车为主 你的电动车也没有竞争力 你跟比亚迪 那下降是他自己的问题 对不对 是他自己转型错误 日系的车在大陆很受欢迎的 像广汽他生产的那些 广州汽车厂他们那些 日本品牌车都很受欢迎的 可是问题他整个大的局势 只差都买电车 所以现在燃油车价钱降了很多 销售量也降了很多 那你这个本田 你上更惨 所以都很惨 这怪他们自己 在这个转型上面 他们落后 那这个是他自己的这个 发展策略的问题 那钢铁业是这样 因为日本的钢产量 虽然是全世界第四 几乎只有中国的产量 二十分之一 对所以中国的 他一年是四千万吨 中国大陆好像是 好像十亿啊 十亿非常非常大 差别非常大 所以日本的钢铁业 跟韩国的钢铁业 同样在中国市场里面 没有竞争力 而且他基本上 中国大陆把这个 大量生产以后 很多都白菜价 日本的企业没办法竞争 所以日本企业就往哪里转了 你记不记得 我们上半年的时候 美国曾经否定 不准日本去买美国的钢厂 现在同意了 现在同意了 所以日本的这个钢铁 它必须要转型 它必须要做这些特殊钢 然后呢 美国市场有个好处 美国这个国家 是保护主义大本营 你要在美国 你是美国的厂 我到美国这个市场 我变成生产美国的钢了 它竞争不过的时候 美国政府会帮你 把那个美国市场保护给你 让你在里面好好的 在剥削美国的这个消费者 所以日本现在是转移阵地 而且它基本上 基本上是告别了中国的这个中国的市场 所以它是撤出中国市场 目标往美国走 东协的外长会议 这当中呢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大陆的外长王毅 跟印度外长苏洁生 两个人见面了 好 当然两个人都同意 要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推动边境事务磋商 也取得一个新的进展 好 王毅有特别提到了 中印关系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影响 另外呢 希望中印关系可以重回正轨 符合双方的利益 同时这个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期待 好 苏洁生则是说了 双方呢也是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当然希望能够取得一些新的进展 好 不过这当中呢 我们要来看到 苏洁生有谈到一些话是蛮有玄机的 他特别提到了 其实有所谓的使命感跟急迫感 好 难道说印度方面真的急了吗 因为其实哦 这个中印之间 两国的外交关系可以说是断崖式的下降 包含有很多的中国企业都不到印度去投资了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还要来看到在军事的布局 现在印度也紧张了 主要就是因为呢 在这个班公湖 解放军搭起了第二座连接南北的桥梁 好 这个桥梁呢 在设计上承载了15式轻量化的坦克 坦克上呢 装备有先进的105毫米线糖炮 能够发射多种的弹药 包括了穿甲弹 还有破甲弹以及榴弹等等 好 当然中国大陆在班公湖的第二座大桥 是可以让坦克部队在冲突发生时 快速部署的随时在南北两岸都能够作战 这个部分我首先想请教一下这个帅化名帅将军 中印两国本来就是面和心不和 印度在边境挑衅不是一次了 那挑衅是只是边防部队的冲突而已 但是印度在这个边防后面摆了有重兵 又号称动员了有部队 又换了28顿的轻坦克 因为印度的原来的这个重坦克 68顿根本走不动 平原作战都有问题 所以到了喜马拉雅山这边呢 它根本就没有用处 但是它用的是28顿的 那么也把飞机调到这个印度的这边的机场 所以印度好像是要加强战备的样子 那中国大陆也做了回应 它回应很简单 它把班公湖的两个大桥 第一个大桥前年修好了 第二个大桥又修好了 修好以后从班公湖南北这个交通就开了 而且容许有战车可以通过 那中国大陆发展的这个21式的这个坦克车呢 它的重量更轻 但是它火炮很大 是105火炮 这个105火炮呢 可以打这个穿甲弹 也可以打高爆榴弹 也可以打各种各样的弹药 那么轻坦克照理讲就是装甲比较薄 那这种轻坦克在山上作战 一定是步兵跟战车两个是互相结合的 而且这种结合的时候 可以步兵挖掘一个浅的战壕 坦克车半身掩在下面 因为轻坦克除了炮塔装甲比较厚一点 它车身的装甲并不是很厚 但是有10火炮的远距离交战呢 那就让中国的坦克车可以有在半延壁的状况之下呢 可以减少被打的目标 它只有一个炮塔在外面 这样的话有公路后勤补给弹药运输都没有问题 那印度就面临很大的考验 如果说你拿你现有的军事装备到边境来冲突的话 那可能后果就跟当年中印之间的一个战争打得灰头土脸 丢盔蟹甲 上一次中印战争差点就可以很少 印军一直到它的新德里 所以因为一过了这个山区以后 下面就是一马平川 所以印度对中国大陆一整倍军备就很害怕 何况中国大陆还有两个优势 千二十也到了新疆跟西藏的这个机场 第二个中国大陆有上万架的无人机 这种东西可以完全克制印度的坦克 我们在俄乌战场上就看到了 连美国的M1 布莱德雷 M1的这个重战车都被无人机给压制得很惨 何况你是轻坦克 所以未来战争里面 除了坦克的数量 无人机的数量 再加上千二十的高空的空优的夺取 那印度是没有一点点胜算 所以这个苏杰森跑去讲的跟这个王毅两个讲的都是场面话 大家维护安全的什么经济发展 股子里你在那边准备兼备嘛 你挑衅在前 老共反应在后 而反应出来的实力 印度知道没办法对付 一旦开仗的时候 那就下场很惨 所以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们还看过一个视频 中国大陆对这个边区的哨所送饭都是用无人机送热馋 食菜一汤以外还加水果 那我们也看过印度的士兵的补给就很惨 相对有没有热水洗澡 有没有热食供应 有没有防寒的冰涩 这各方面条件比解放军在印度的驻军差很多 你补击也差 后勤能力也差 那你主战兵力 印度的空军没有办法抵挡箭20的这个打击 印度的坦克逃避不了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东西 虽然印度也有无人机 我告诉你无人机还分三六九等 小的无人机只能带个一公斤两公斤 那丢个手榴弹而已 大的无人机它的这个悬浮力量强的话 它十公斤以上的炸弹都可以丢 所以这个威胁 这个军事家一看 你摆出来的东西就知道胜负一盼 所以这个东西 印度只是表面这个摄影人类面利 很凶的样子 骨子里面 人家把东西一摆出来以后 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这个实力永远是外交最强的后盾 外交没有实力的话 外交都是一句空话 所以你看这两边发言人讲的都是空话 对不对 中国大陆说大家好好做生意和平相处 印度也讲这个话 但是你的军事部署 从去年我们就看出来 步飞机动员部队送战车上去 结果中国大陆也步飞机 也送火炮 也送轻战车 所以这一笔下来就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怎么知道 3張 3张 奔Dear 钱 家 豬